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中共当局已经在北京和广州等省市宣告终止动态清零政策 但外界仍发现不少问题 分析指出 照现在的形势发展下去 城市疫情恐将大爆发 乡村中共政权或许会最快瓦解 时评人严重勾认为 中共在多地放松管控是一次大让步 但政府和社会其实都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一是疫苗注射比率低 功效也引发质疑 据集体免疫还很远 另外 除了大白人多之外 防疫和医疗资源都严重不足 一旦疫情大爆发 即使重症与死亡率低 可人口基数庞大 医疗系统恐怕很快会崩溃 最终 社会混乱与民怨沸腾的恶果 仍要中共自己承受 华尔街日报也表示 中共曾有三年时间 可以为全国范围内新冠病例激增做准备 但官方却忙于做大规模核酸检测或建方舱 而用于扩大如医院床位等医疗资源的投资增长放缓 疫苗接种工作也停滞不前 北京当局错失了时机 未能做好更充分准备 应对疫情爆发 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艾弗利尔·海恩斯周六表示 尽管中国面临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的挑战 但中共领导人不愿接受西方国家的疫苗 纽约时报指出 研究人员担心 中国可能很难在不出现死亡潮风险的情况下 重新开放 缓解经济压力 而这种灾难性的激增 可能对领导人构成重大威胁 中国领域经济学家格林估计 若发生最严重的疫情失控局面 中国每天可能会有5万人死亡 严重勾还指出 城市一旦大爆发 正常社会生活无法恢复 经济无望回升 年关前中小企业又有一波倒闭潮 失业率将失控 房地产终究无救 城市中的定时炸弹又将爆炸 另外 现在很多大学提前放春节假 逼学生回家 农民工也纷纷回乡 严重勾认为 中共等于将城市危机转移到乡村 严重勾表示 中共长期政策是抓城市放农村 大量农民多年到城市打工受尽欺压 现在被迫离开城市 一腔怒火无处发泄 怎会安分耕田 大学生们的政治觉悟 则会在苦难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再加上基层党官选择躺平 那时遍地野火 很可能发生事变 而且中共在乡村的维稳体系相对薄弱 最后村官只有两种出路 一是奉命清算 反被乡民报复 二是对上阳奉阴为虚应政策 对下讨好乡民和谋自救 那时乡村定时炸弹又将爆炸 政权变成瓦解之势 外媒报道 中共正在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 其危险程度甚至可能超过当年镇压六色后 带来的国际孤立 而且现在人民的抗议不仅是一场起义 而是革命 还有学者指出 中国即将迎来社会内战 极有可能颠覆政权 德国之声报道指出 现在中共领导层的大麻烦才刚开始 在过去几天的全国性抗议运动中 中共党外的公民社会组织和力量被镇压殆尽 这其中包括国际公民社会组织和媒体 在华机构和力量 以及公民社会的天然盟友 国内的民营资本和企业家 人权律师团体等等 但无论如何 镇压机器似乎都难以挽回 中共政治体制的失败 当公民社会已经不复存在 工人学生和中产阶级在内的广泛群体 不约而同的起来抗议 这个持续10年甚至20年的维稳体制 就会崩塌 报道指出 习近平一直强调要加强个人集权 其借口就是 防止中国在遭遇颜色革命的冲击下 发生苏联解体式的崩溃 而现在习近平最担心的事情正在发生 台湾学者宋国成 则将中国日前发生的抗议行动 称为中国的社会内战 社会内战是指非政治精英的庶民阶级 基于政策不满所产生的区域性冲突 宋国成指出 社会内战不同于敌对的政治团体 基于政权争夺而进行的政治内战 政治内战是以国家政权所有人为对象的颠覆性战争 武力是其争斗的主要手段 然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社会内战一旦产生共同诉求的全国性互引和串联 并找到集体行动和联合组织的实践手段 就足以发展为革命性的政治内战 当前已经出现 因为抗疫清零政策而爆发的多点式社会内战 如果失控和扩大 极有可能走向颠覆政权的革命内战 另外 动态清零政策在民众抗疫下被迫做出调整 这可以说是整个政党 整个政治体制的失败 是中共领导人或一个领导班子所无法承受的 在中共中央政法委下令 要对中国爆发的大规模抗疫活动进行严厉打击后 近日 新疆 西藏 重庆 黑龙江的一把手陆续开会 强调维稳和镇压 当局的维稳手段包括 在抗疫地区出现大量武警无差别抓人 加强网络审查 在地铁和街道上翻查路人的手机中 是否有与抗疫相关的信息 以及是否下载了翻墙软件 或被禁止使用的境外社交软体等 另外 警察的重点目标也被曝光 有消息指出 现在许多参与白纸革命的人正在被审查问话 律师王胜生告诉德国之声 迄今已有20多名抗争者来找他做法律咨询 他们来自中国各地 其中有被捕获释的人 有亲友被捕且许久未归的人 也有刚接到警方电话遭传唤的人 王胜生发现 对警察来说 手机是头号重要的东西 被传唤的人 手机一定会被警察拿走 或释放后手机仍没有拿回来 关注中国民主运动的月刊 北京之春主编陈维健认为 中共很可能采取香港的模式 进行全面监控 然后一个个地抓 不过他认为像8964天安门那样 采取大规模镇压不太可能 最主要一个原因是 六四一开始就有非常强烈的政治诉求 要求实施民主化 说白了就是要求中共终结一党独裁的专制统治 但白纸运动的目标是一种简单的 要自由的民生诉求 其背后也没有组织 近日 英国皇家联合军种国防与安全研究所 而USA缴获了一份由普京签署的文件 内容显示战争前夕 俄罗斯计划公屋的四大关键 综合新闻周刊《基辅邮报》报道 文件指出 俄军方计划以压倒性火力战斗 并以极侵略性的姿态 迫使西方世界让步 此举将会破坏乌国领导阶层的稳定 从而为俄罗斯希望今年8月前吞并 10天内夺取乌克兰的行动扫除障碍 内容提及 俄国的侵略计划围绕在四大关键假设 第一是入侵进展迅速 铲除国际社会回应的能力 第二 乌克兰领导政权垮台后 亲俄乌克兰人控制宣传机器 三 俄罗斯将取得电力 暖气和金融基础设施 四 成为世界第二大强的军队 同时彻底拿下乌克兰 此外 文件还包括一份 对乌克兰官员的暗杀名单 还设有虚恐吓或镇压的人 鼓励与俄合作的人 俄已经确定要合作的人等类别 而USF分析师认为 比起对乌国反应的预测 科工似乎更关心 计划里某环节可能失败或发生错误 因为该文件由普京亲自签署 已过滤掉大部分官员参与讨论 在缺少被挑战被质疑的情况下 基层单位在行动前数小时 才能收到命令 报道指出 普京低估了敌国对泽连斯基政权的支持 加上自家军队表现不佳 这些都给足北约盟国时间应对 综合外媒报道 伊朗22岁的库尔德族女子 马莎埃米尼被控违反国内严格的 女性服装规定后 遭到的警察逮捕随后身亡 事件引发大规模的示威活动 近三个月之后 为平息持续不断的抗争浪潮 伊朗检察总长蒙塔兹瑞四日声称 已废除道的警察 并重新审查一条实施数十年 要求女性遮盖头部的法律 但同时声援这场抗争的伊朗电影女星 米特拉哈加里 据传四日在住家遭搜查后被捕 最近数周来 越来越多脱面纱的女性出现在伊朗街头 她们多以年轻人为主 更有一些女性身着长裤 和一件简单的夹克山行走街头 示威者还焚烧头巾 高举反对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的标语 成为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 伊朗领导阶层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联合国伊朗人权问题特别报告 袁瑞曼表示 9月至今已有逾300人 因当举阵压而丧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